宣傳讓更多的觀眾 來美術館 你願意進去泡澡 我當然可以泡澡的 是是是 那你想跟誰泡澡 我的第一個就是陳文謙 然後後來陳品挑了林志玲 你看 沒有 也不是林志玲 沒有林志玲 我是開玩笑的 也是應該的 也是應該的 當然很好 對啊 林志玲也好 所以 anyway 所以陳文謙也好 那麼事實上 在這次的這個杯美館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 蔡老師的很多的作品 除了就是一些 爆破的那些草圖對不對 會看到 還有很多的裝置藝術 像那個我們所謂的那個大澡堂 就是屬於裝置藝術的一種 那事實上 你這次有要展出父親的白虎圖嗎 對 有 跟我的老虎的裝置 和我父親的白虎圖一起站 這個你要不要講一講 這可能跟一個藝術家的成長背景 是有關聯的 是是 當然 因為就 我自己也不是說 直接從我父親那邊 畫畫什麼這些 爸爸是一個深學畫家 他就喜歡那個書法和那個 佛畫 還有這個歷史 但是都是業儀狀態 我們家都是業儀狀態的 我女兒、我太太 我們大家都是藝術家 都是業儀的 我這個也很業儀 然後我主要是小時候 我父親呢 他一直在自己的那一套 中國文化的細說裡面 很滿足 對 但在現實呢 中國的狀況是 我反叛齊的時候看來 對 中國是那麼的落後 然後 藝術那麼的必塞 必塞 但是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 整天都在高談這個偉大的文明 所以我從小其實沒有跟他寫那些書法那一套 反而你心裡面有一點點判 就是開始還不是現代藝術 就是水貨 那個水彩 油畫 樹苗 雕書 西方人那一套 對 然後也寫小提琴 等等等等 寫詩 寫小說 對 他就跟我父親有記憶 那這一次那個 就上次在古跟寒母回顧展的時候 我故意把我父親的老虎圖拿出來 對 這個主要是我很小的時候 我父親就說 曾經就給我講到古跟寒母 我很奇怪 所以你是不是聽到古跟寒博物館 是父親報信你的 我比較小的時候 他就知道古跟寒母美術館 這個名字也比較怪好記嘛 對 你要說MOMA 什麼紐約近代美術館 人不容易記 對 這個我都記得住 後來我父親因為 快三年了吧 生病就有一點點中風 很多事情都沒辦法傳達 是靠表情 然後在我父親他的藝術家的 想做藝術家的這個夢想裡面 其實他應該從一般的人來看 是很不成功的 但是我的 寒博這個古跟寒母 我把他的作品放進去展 跟我的作品放在一起 他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一件事情 但是人家也可以通過我父親的話 看到我的文化跟中國的文化 但是也看到他們的不一樣 因為我的老虎都是萬見穿心 那個樣子 所以後來我是有把我展他的照片 展天都給他看 但是我不知道他心裡面怎麼想 因為他只是靠表情 所以我不知道他怎麼想 OK 當然有時候我看我父親可能看到我自己的時候 他也是轉移了他很多夢想 另外他可能我也故意在他的面前 讓他一直感到我真實的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是最可惡的 陳文倩想炸攝影棚 沈主播聯手開咖 我在台中炸那個美術館 我都沒想到後來很多西方的美術館館長的辦公室 都有那個光的 他們就很疲勞的時候放那個炸美術館 那個錄像袋 有一天我要離開電視界 我就請他把那個攝影棚炸 對不對 那我有好幾個攝影棚喔 那我們這樣子連手可以幹好幾票喔